Namodas bhagavatu arahatu sammah sambundas 礼尽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尊者 时不时都会有些朋友说 师父啊 那最近发生什么什么事啊 中美贸易战啊 或者是这个新冠肺炎啊 或者是我们国内局势改变啊 换政府啊之类的 时不时呢 他们问了师父你什么看法 或者是他们发表他们的看法 希望听听师父的一个评论 其实呢 有些时候 我们对这个时事的变化 我们也会尝试 从缘起法则上去理解的 特别是宏观的因缘 上去理解 到底这个世界的走向怎么样 有些时候也会去留意一下的 但其实呢 大多数时候 一个整个时代的演变 大格局的演变呢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一个个人 所能够主宰的 所以这时呢 就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会影响到我们 或者我们也能够参与影响的 一种是不会影响到我们 我们怎么样 或者是我们也影响不了的 所以换句话说呢 就是一种我叫做把它归纳成相关 一种我把它归纳成不相关 不相关呢 就是跟我呢 怎么做 没差 对我也没差 但是如果是相关的就是 我怎么做有差别 或者是我对它有差别 或者它对我有差别 这种就是相关 所以通常呢 我们面对时事 如果我们天底下 所有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要管 那基本上呢 我们会累死的 因为永远有事情 特别是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所以这时呢 我们需要在心里有所筛选 当然如果是一个人 只是专门研究这种的 他是一个比如说 时代的研究者 或者是一个报章的主编 他需要写文章 他需要评论 当然对他来说 好像什么都相关 因为他什么都需要去评论 评论就是他的职责 那是不同 但是他的任务就是这样 天天去分析 这些局势和数据 但对于我们呢 其实呢 分析当然也有它的好处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从整个世界的经验中学习 但真的我们是做不完的 这个工作我们做不完 所以心里呢 我们要分辨一下 哪一些是属于相关的 哪一些就只是我们闲来 多关注的 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 像镭射一样的 专注集中 投入在跟我们相关的 那我们就会在相关的事情上做得更好 至少如果我们帮得上忙的 我们就会很集中的去帮忙 为让我们的付出 给这个世界 世间带来一些改变 那是非常值得 我们去奉献的 那或者是 那个时事的演变 真的影响到我们 比如说 如果说中美贸易战 如果你是做个跨国生意的 可能你会在从中找到一些机遇 也可能避开一些风险 那么那个关注是叫做相关的 那如果说一个一般的平凡的人呢 那其实你可以关注 但实在你不需要上太大的脑筋 因为眼前的这一步 自己的一个步还是很重要 比如说学生 学生 你还是需要把你的专业学好的 这种时事的了解呢 少而需要了解 不可以全而无知 但是应该把自己最集中的工作做好 那对于那些 怎么样对待父母啊 照顾父母啊 孩子啊 做生意啊 等等 那你都要把自己的分内事做好 毕竟这个世界上 一切还是讲究实力的 你知识再广 知识广是有用 但是如果我们最根本的 自己的基础实力 没有建立起来 学生的实力就是学问嘛 而生意人的实力当然就是在自己的经营的那个领域 对吧 所以还要老老实实的把相关的地方做好 在阴上做好 其他的你就把 如果是不相关的 那能够关心一下就关心 然后如果没有太大的作用 那就不要让他 不要为了他操心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 因缘变换 太多太多了 我们只能够着重在 我们能够把握的相关层面